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武漢肺炎疫情繼續在中國擴散 2月11號 中共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召開緊急會議 通過了一項有關疫情防控工作的決定 授權包括廣州、深圳政府在內的 現級以上地方政府 可以在必要的時候 依法緊急徵用房屋、設施、物資等 作為緊急防疫應變 同一天 廣州和深圳人大也相繼出臺決定 明確提出授權市區政府徵用私人財產 包括房屋、場地、交通工具 以及相關的設施、設備等 香港媒體報導說 這是中共2007年制定物權法後 首次有政府被授權 緊急權力徵用私人財產 大陸網民則表示呢 這是借機搶劫 還有人問 優先徵用代表們自己的房屋嗎 有人說呢 是不是嘴巴說句政府徵用 寫個白條就可以了 廣東的官可發財了 而備受關注的武漢新冠狀病毒的來源 爭議仍然在繼續 日前 美國聯邦參議員湯姆科頓表示 新冠病毒可能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 泄露的人造生物武器 2月9號 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 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節目中指責說 這是普風捉影 科頓隨後在推特上轉發了這個訪談的節目 並加評論說 新冠病毒與中共生化武器項目 有關的說法不是陰謀論 事實是中共對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出現的病毒撒謊 科頓還要求中共政府能夠開放武漢P4病毒實驗室 讓國際專家來調查病毒的來源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